我是一名派出所的协警,今天是我值夜班的日子,此刻,我正坐在值班室里胡思乱想,我觉得自己有些窝囊,结婚五年,无子无女,我的老婆乐乐最近多有抱怨,催着我去做个检查,为此,我们还吵了一架,乐乐是一名医院的护士,一米五五,肤白貌美,有张天生的娃娃脸, 二十六岁就和十六七的高中女生差不多,但跟那些小女生不同,我单手能抓起篮球,却无法掌握乐乐,最关键的是乐乐很爱我,而我也事事顺着乐乐,这让身边的人都对我们的美满婚姻羡慕不已,但他们不知道,因为孩子的事,我跟乐乐已经冷战了两天,真是的,没孩子就一定是我的原因吗? 我也很想要孩子好不好 点燃香烟深吸一口,烟雾声腾间,我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桌上的电话响了,看看来电号码,是妻子乐乐的手机,再看时间已经快到凌晨一点,作为护士,乐乐也时常值夜班,但今天是她休息的日子,这个点打电话,看来是乐乐想通了 我的嘴角不自觉上扬,之前的郁闷也一扫而空,铃声还在不断响起,我抽了口烟,决定逗逗她,估算着以乐乐的耐性,自己不接,她很快会挂断 果然,我嘴里的烟还没喷出,电话已经安静了下来,可还没等我喘口气,刺耳的铃声再次急促响起,乐乐还是这么在乎我 我得意的用力呼出烟气,接起电话假装不耐道,喂,我在单位值班,你要干啥?电话那头没人说话,吵架没和好,我真的不耐烦了 喂,乐乐,你怎么回事,大半夜的闹什么? 听筒里寂静一片,但紧接着传来一阵交传,是乐乐 五年夫妻,我瞬间确定了声音的主人,因为这种喘息声,我也时常听到,我呆住了,刚想开口询问,电话那头又传来了男人的嘶吼 我拿着电话的手颤抖得厉害,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我的老婆,我一直爱恋有家的乐乐,出轨了 但这怎么可能,一时间,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五年恩爱,生活点的片段,如同幻灯片,在我脑中不断闪映,那种甜蜜美好,难道都是假的吗? 不,不可能 乐乐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在心中不停地为乐乐找着各种理由 但很快,我迷茫了,因为每一条理由都无法成立 我的心,却沉到了谷底,电话里,男人女人的声音收息,一切归为沉寂 我瞬间瞪大眼睛,停住呼吸,把耳朵紧紧贴在了手机听筒上,我想听听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在跟我的妻子偷情 但很快,我失望了,听筒里传来的一阵稀稀苏苏的纸巾摩擦声,紧接着是滴滴的盲音,对方没说一句话,直接挂短了 我拿着手机将在那,心跳得忽快忽慢,胸口像压了整座泰山一样憋满 甚至,我已经忘记了呼吸,手里的电话已经跳回主屏画面 我也惊醒过来,开始大口喘气,我的老婆乐乐出轨了 还给我打电话,现场直播 我要回家抓见 今天,谁都别想活了 这一刻,我失去了所有的思考能力 回身从警局柜里,拽出高压电棍 风也式地冲了出去 我骑着小电驴,在漆黑无人的街道上,风吃电掣 一是深秋,夜凉如水 我暴怒的头脑被冷风一击 刚才的冲动缓慢退了下去 今天的事有蹊跷 电话也许不是乐乐打的 他不可能做出这种疯狂的事 是那个男人 一定是,电话是那个跟乐乐上床的男人打的 可对方这么做是为什么 向我示威吗 又或者,乐乐是被强迫的 我的脑中乱成了一团麻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失魂落魄地站在了家门口 我有点愁愁,掏了半天才掏出钥匙 一方面,我想马上冲进去 把那个男人跟乐乐按在床上 但另一方面,我又在害怕 害怕看到那种不堪入目的画面 我该怎么办,不管怎样 总是要面对,我的手在发抖 插了好几次才将钥匙插进锁孔 咬咬牙用力一扭 咔嚓一声,门开了 因为职业习惯 我没有马上进去 而是握紧衣兜里的电棍 站在门口观望 门边鞋架上 持有乐乐的几双高跟鞋 屋内昏暗的厉害 卫生间里透出一丝光线 里面还有吹风机的嗡嗡声传出 屋里没人 那个男人走了 脱下皮鞋 我轻手轻脚进屋 先观察卫生间里的动静 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 我看到了乐乐的曼妙身影 他正吹着头发 风筒发出的声音很大 这让我不怕惊动乐乐 迅速搜寻各处 床底、窗帘 衣柜 窗外阳台 我没有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藏人的角落 但却一无所获 转了一圈 我将目光投向了 卧室的垃圾桶 我想起了电话里 纸巾的声音 垃圾桶里换了新的垃圾袋 空空如也 五年来 家里的垃圾 一向是我来处理 乐乐从来没有碰过一下 晚上出门前 我没清理过家里的垃圾 如果说之前我对乐乐 还抱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那么看着干净如新的垃圾袋 我已经彻底放弃了所有幻想 乐乐为什么要背叛我 那个男人又是谁 来到客厅 我靠在沙发上 眯眼盯着卫生间门上映出的那道朦胧身影 不大一会儿 风筒声停下 乐乐摆弄着长发 不着寸缕地走出了卫生间 我的心跳灯时漏了一拍 乐乐保养得极好 一张娃娃脸像急了十几岁的小女孩 我的眼神有那么一瞬间的迷离 心中火山勃发 乐乐这时才看到家里有人 她吓得惊叫 下意识地捂住身体 看清是我 她才拍着胸口惊讶道 老公 你怎么回来了 吓死我了 乐乐极为诱人 但我却无心观赏 因为我注意到 乐乐的皮肤白里透红 脸上满是慵懒 我的心沉了下来 一同沉下来的 还有那团火热 我不该回来吗 我直视着她的大眼睛反问 这么晚不睡 还洗澡 乐乐弯了我一眼 摆着纤细的腰枝 从我身旁擦过 带起一片蜜桃香气 突然回来吓我一跳 还阴阳怪气的 我刚追玩具 就要睡了 说完她穿起沙发上的 白沙睡裙 转身进了卧室 砰的一声 卧室门关上了 注视着乐乐消失在门后 我彻底冷静了 电话不是乐乐打的 不然她不可能这么淡定 我也没有继续质问乐乐 现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 乐乐真要抵赖 事情根本说不清 我也不想跟她纠缠 大半夜的吵起来 声音肯定遮不住 到时候弄得人尽皆知 我的脸也不用要了 所以现在不能打草惊蛇 先暗中搜集证据 把整件事弄清楚 然后 然后怎么样 离婚吗 事情突如其来 我还没做好打算 总之要先弄清乐乐出轨的原因 我真的想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 是我对她不够好吗 显然不是这样 这五年 我对乐乐百一百顺 工资全交 自己省吃俭用工她花销 说是把她捧在手心里也不为过 而且我家里还利用仅有的关系 给她安排了大医院的正式工作 要知道 我自己也才是个临时协警而已 在这点上 乐乐根本没有理由背叛我 那又是为什么 是我太蠢 朝夕相处五年 都没能看穿乐乐的真面目 会是这样吗 还有 那个打电话向我示威的男人 到底是谁 越想问题越多 越想脑子越乱 我用力摇头 将纷乱的思绪暂时按下 起身进了卫生间 也许这里会留下什么证据 蹲下身 抠开了淋浴间的地漏 将小指伸进去一勾 一团头发被我勾了出来 塞住洗手盆 借了一半水 我把那团头发放在水面 接着用手轻轻搅动 几秒钟功夫 缠成一团的毛发散开 我眯眼看去 很快从里面挑出一根头发 我是短发 乐乐是长发 而这根头发 目测十厘米左右 微微发黄 对方留的是半长分头 利用在警校学来的知识 我确定了那个男人的发型 但这没有用 留着这种长度头发的男人太多 根本无法确定目标 再检查一圈 确认没什么可疑 我离开了卫生间 进到卧室 乐乐已经睡着了 但脸上却还带着笑容 我站在床头 死死盯着乐乐的俏美笑颜 心像刀割一样 因为我知道 乐乐脸上挂着的 是身心得到巨大享受后的笑容 说实话 这种笑容 五年时间里 我没见过几次 我在原地不停转圈 直到我发现 床头柜上的手机 那是乐乐的 刚刚 那个男人就是用这部手机打的电话 我回头看了一眼 乐乐睡得很熟 看来是他是真的累了 深吸口气憋住 我走过去抓起电话 放轻脚步来到客厅 在一起五年 虽然没有刻意问过乐乐的手机密码 但我早已暗中将密码熟记于胸 先看通讯录 打开手机锁屏 我马上找到了通讯录 里面空空如也 看来是被清空过 我暗中赤笑 这不是预盖迷章吗 我又打开相册 这是 我如遭五雷轰击 一根筋从头顶麻到脚底 又从脚底麻到四肢百骸 我瘫倒在了沙发上 手机相册里 是一张张不堪入目的艳照 我的老婆乐乐梳着双马尾 身上只有一条连苦黑丝 像洋娃外一样 摆出各种不同造型 看着照片中熟悉又陌生的乐乐 我浑身都剧烈颤抖起来 费了半天剑 我才开始滑动屏幕 照片一张张闪过 内容越来越刺激劲爆 我的呼吸也越来越粗重 手指越画越快 直到最后一张 我猛地握紧手机 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这就是我爱了五年 奉为公主的乐乐吗 我恨 咬牙重新打开手机 我要找到那个男人的蛛丝马迹 照片再次一张张从眼前划过 我的心也再次被绞碎 但我强忍着那种痛感 仔细分辨每一张照片的细节 手机里的照片 大多是乐乐单人的 看拍摄时间 都是在午夜零点左右 是在我接到乐乐电话前的一小时 再往下看 没有线索 那个男人很小心 只是偶尔露出一小点皮肤 可以说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就在要灰心放弃的时候 我在最后一张照片里发现了一只手 那只手伏在乐乐纤细的腰间 要是不仔细看 很难发现 我如获至宝 赶紧将照片放大 是右手 手指修长 我立刻想到了外科医生的手 乐乐就是一名外科护士 这个男人会是他的同事吗 乐乐的医院 我只是偶尔去 除了他的闺蜜间同事中期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根本想不到 这只手是属于哪个医生 想了一会没有头绪 我又对一照片观察 那个男人右手无名指上 有一只卡地亚男士昏剑 还是个有妇之夫 我先是一阵难受 但马上就振奋起来 乐乐的同事 外科医生 分头 发色微黄 结过婚 还带着卡地亚婚件 这个范围已经极小 只要我看到这个男人 就一定可以认出他 那剩下的 就是留存证据了 我把照片 全部发送到自己的电话 回到卧室 将乐乐的手机放回原处 盯着熟睡中的乐乐 我站在床头 只想哭 这五年 自己的感情 所有的付出 全白费了 离婚 明早就摊牌 直接去民政局 免得夜长梦多 然后就是 去找那个外科医生了 天底下 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我紧了紧兜里的 高压电棍 合一躺上床 想了想 我向床侧挪了挪 我不想爱乐乐太近 黑暗中 我双眼圆瞪着 根本睡不着 翻个身 我习惯性的侧躺 将手伸进枕头下面 这个姿势 是可以让我舒服一点 但马上 我的动作顿住了 枕头下 有什么东西 入手触感丝滑 但却一缕一缕的 我一时无法分辨 那是什么 疑惑间 将那东西拽出来 借着手机屏幕的光亮一看 我傻眼了 是一条被撕破的 脸裤黑色 就是照片上 乐乐穿的那条 这一晚上 我受的打击已经够多 但我还是差点炸毛 可为了我的计划 我还是先拍下 丝袜的照片留作证据 又将黑丝塞回了枕头下面 这一夜 我枕着乐乐被撕碎的黑丝 直到天亮 我还是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早上 我被一阵噪音吵醒 刚醒过来的我伸手摸向另一侧的乐乐 想把她搂过来 来个早安文 这是我们夫妻多年的小习惯 但马上 我清醒了 乐乐出轨 今天我要跟她离婚 先摸向枕头下面 破碎的黑丝已经不见 看来是乐乐趁我睡着的时候 销毁了证据 但那有什么用 我已经留下了照片 迫不及待地下床 我快步走到餐厅 乐乐竟然在做早餐 要知道 结婚五年 她可从来没下过厨房了 呵呵 这是心虚了 坐在餐桌边 我心里盘算着 一会要 怎么质问得她哑口无言 这时 乐乐也发现我醒了 她将手中的餐盘放在桌上 像往常一样 蹦蹦跳跳过来 吻了我一下 早啊老公 我没有给乐乐任何回应 乐乐的嘴唇软弱温暖 但我却觉得 嘴上被冰锥狠狠捅了一下 虽然看不到 但我知道 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但乐乐却像没发现一样 转身进了衣帽间 接着她好似撒娇一样的声音 从里面传出 老公 我上班要来不及了 你赶紧吃饭 特意奖励你的 说话间 乐乐从衣帽间里探出小脑袋 俏皮笑道 桌上有张化验单 你看看 说完她笑盈盈地看着我 奖励我 化验单 我强忍着怒火 疑惑看去 桌上有张不大的化验单 我拿起来 上面打印着 绒毛膜促性线激素检测值 85mm的字样 我根本看不懂这是什么 管它呢 现在要说的是乐乐出轨的事 要说的是离婚的事 我将化验单猛地拍在桌上 站起来刚要说话 突然 乐乐笑了 老公 你看懂了 我怀孕了 你是不是也很兴奋 哄 我的脑子炸开了 怀孕 五年了 我跟乐乐一直在努力 但乐乐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可她现在怀孕了 在我发现她出轨以后 怀孕了 我浑身发冷 冷得直透骨髓 那孩子 是我的吗 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 我站在那里 目瞪口呆 乐乐从衣帽间里走出 看到我的样子扑齿一笑 老公太惊喜了 是吧 开心的都不会说话了 是吧 兴兴 我就知道 说完乐乐甩着双马尾 从我身边经过 出门前又回身道 老公 今天我是白班连夜班 你自己在家要乖哦 惊喜 开心 我机械转头看去 黑丝 球鞋 超短热裤 一件印有两颗大眼睛的白色T恤 修身的米色风衣 将乐乐包裹的玲珑有致 但我总觉得 她胸前鼓起的那两颗大眼睛 是在嘲讽我 关门声响起 乐乐上班了 我回过神 一把抓起桌上的化验单 竹子竹行细看 击打的化验单 抬头是乐乐的名字和年龄 还盖有医院检验科的红色印章 看起来不是伪造的 再上网一查 那个什么绒毛值超过50 就被认为怀孕 我一屁股跌在椅子上 因为没坐稳 差点翻倒 乐乐怀孕是真的 那孩子的父亲 是我 还是那个外科医生 站在医院大楼前 我自嘲冷笑 有些事就是这么讽刺 我根本想象不到 半天前还抗拒检查的自己 现在竟会如此急切 我非跑进去 排队挂号 直奔二楼生育专科门诊 检查只有一项 过程也简单 将手中的一管乳白色液体 递入检测室 我坐上电梯 到了十楼外科病房 这是乐乐工作的科室 出了电梯 我走走停停 双眼向两边病房观桥 我并没有看到什么黄发分头 手指修长带着婚戒的男医生 乐乐也不在 人呢 脑中又浮现出昨晚的情景 他们 不会正藏在哪偷情吧 靠在走廊墙壁上 我心烦意乱 忽然一阵茉莉清香袭来 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膀 愕然看去 是我老婆乐乐的闺蜜 中期 她穿着粉色护士裙装 下身白丝 配半高跟护士鞋 正看着我笑 看来中期今天也是白斑 跟我老婆乐乐身材娇小不同 中期个子很高 足有一米七网上 一双包裹在白色丝袜下的大长腿 勾人心魄 我不想让她看出 我有什么异常 于是故作随意道 中期吓我一跳 你怎么在这 中期疑惑上下打量过来 你来试找乐乐的 她跟陈主任上手术了 陈主任 主刀的外科医生 她会是昨晚跟乐乐上床的男人吗 我假装好奇问道 陈主任 是不是头发有点黄 留着分头 还带着卡地亚婚戒那个 没错 陈飞主任 年轻有为 是我们外科的一把刀 陈飞 就特么是你 我将手伸进兜里 握住了高压电棍 笑道 我是来找乐乐的 她什么时候下手术 那可说不好 中期说道 需要我带花吗 我可以打内部极限 不用 我没什么急事 我强按住胸中的火气道 既然乐乐不一定什么时候休息 那我走了 没法见到陈飞 我已经不想留在这里 准备找个借口离开 而且检查结果也差不多出来了 可中期却喊住了我 我疑惑回头 中期凑到我的耳边小声道 今天我半天班 中午请你吃饭 老地方 有话跟你说 中期嘴里有股香甜的味道 说话时弄得我耳朵直痒 这让我一阵心愿一马 而且 他神神秘秘的样子 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可任由我怎么追问 中期都推托中午再说 随机摆摆手 直接回了护士站 望着中期高挑的背影 我皱起了眉头 实在想不出他要跟我说什么 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我乘着电梯回到二楼 取出化验单 然后就到了医生诊室 五分钟后 我满脸呆滞地走出了诊室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的楼 又是怎么走出的医院大门 我没有任何生育问题 乐乐肚子里的孩子 也可能是我的 那还要离婚吗 我一时没了主意 左右看看 我在医院门边 找了个无人的角落蹲下 点燃一根香烟 正正出神 直到烟蒂烫手 我才回过神来 婚一定要离 那个陈飞 也不能让他好过 至于乐乐肚子里的孩子 如果他愿意生下来 到时候做亲子鉴定 是我的种 我就负起该承担的责任 做出决定 我掏出电话 给乐乐拨了过去 我一刻都不想等了 我要直接跟他摊牌 可话筒里却传来了 对方电话关机的提示 看看时间刚好九点 估计乐乐还没从手术室出来 想到他正跟陈飞在一起 我的心里又是一阵脚痛 五年的感情 哪是说放下就放下的 可放不下 又能怎样 这世上谁离了谁都一样活 又点上一根烟 我蹲在这个无人的角落 倔强注视着医院门口的人来人往 不知过了多久 医院大门一道熟悉的身影 吸引了我的目光 是乐乐 我一下窜起来 把他拽到了刚刚的角落 乐乐脸上有一瞬间的惊恶 张口要说什么 但我没给他机会 我不想听他任何解释 乐乐 你跟陈飞的事我知道了 离婚吧 乐乐愣了两秒 接着就变了脸色 你神经病吧 有事回家再说 这是我工作单位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他还知道要脸 我左右看看 压低声音 你的照片我都看见了 你还有什么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还要值班呢 乐乐突然挣脱我 小跑向医院打门 话还没说完 我拔腿就追 但侧目过来的人群 使我停下了脚步 我望着乐乐的背影消失 胸中的怒火再次被点燃 都这个时候了 他还想着值班 我看值班是假 跟陈飞鬼混才是真的 医院白天人太多 我强按住上楼教训乐乐陈飞的冲动 骂了公娘 转身出门 先听听中期找我什么事 我骑上电驴 像他说的老地方 使去 我很喜欢中期这个人 中期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虽然外表看起来高冷一些 实则内心火热 是个热心肠 因为乐乐的缘故 几年下来 我跟中期的关系 也处得不错 甚至 中期偶尔也会成为 我幻想的对象 那双大长腿 时不时就会出现在 我的梦里 我觉得 他也对我有意思 所谓老地方 是一家酒店的大堂餐吧 我跟乐乐 还有中期三人 经常在这聚会 走进大门 我挑眉扫了一圈 发现中期已经坐在了靠窗的座位上 我赶忙整了整表情 走过去故作轻松道 中期 什么情况 坐下说 中期挑起尖尖的下巴 只向他面前的座位 一眼坐下 我打量过去 中期披散着长发 穿着一字领的黑色长裙 锁骨深得能放下一颗鸡蛋 他脸上化着淡妆 英粉色的嘴唇油油润润 我不自觉地舔了下嘴唇 中期望着我没说话 我也收起笑容 正经为坐 心里盘算着 中期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中期的表情有些犹豫 就在我快失去耐心 想要询问的时候 中期开口了 听完我的话 你别冲动 什么意思 让我别冲动 我历史有了不好的预感 是关于乐乐跟陈飞的事 中期的声音很好听 将乐乐出轨 跟陈飞上床的事告诉了我 我愣愣听着 这种家丑被当面揭穿 我脸上发烧 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嘲笑我 我火气上涌 就在我受不了要爆发的时候 中期的话让我大吃一惊 乐乐是被逼的 大概两个月前 陈飞强奸了她 用拍下的照片视频 威胁乐乐就范 乐乐不让我跟你说 她怕被人笑话 可是 我不忍心看乐乐这么痛苦 中期的语速很快 她还想继续说下去 却被我一挥手拦住 我直视中期的眼睛 表情冰冷 乐乐真是被逼的吗 我想到了乐乐手机里的艳照 虽然我只是写警 但工作几年见的人多了 不夸张地说 我一看嫌疑人 眼神就知道 她犯没犯事 照片里 乐乐的眼神里 有迷恋 有享受 可就是 没有半点惊恐抗拒 我很愿意相信中期的话 可男人的理性 告诉我 中期在说谎 她为什么要骗我 又或者 她也被乐乐骗了 我虽然好奇 但转念一想 这个问题的答案 对我没有意义 乐乐跟陈飞 已经搞在一起两个月了 就算最开始 乐乐是被陈飞胁迫 但后面 她一定是自怨的 事已至此 我心灰意冷 乐乐肚子里有孩子 暂且不说 但陈飞 我收回锐利的目光低声道 那个陈飞 今晚也值班吧 你怎么知道 一句话出口 中期赶忙停下 转而惊慌道 你要干什么 别冲动 不能用暴力解决问题 我知道 就是随口问问 我笑了 转头看向窗外 远方的医院高楼 被笼罩在雾气中 隐隐绰绰 暴力 要不是中期提醒 我还真想不起这个词 毕竟 我只准备打断 陈飞中间那条腿 这不算暴力吧 我眯起了眼睛 对面 中期也镇定下来 小声问道 喝酒吗 我的眼神恢复了神采 酒精 应该是我现在最需要的 更何况 还有美女做陪 一顿酒 从中午喝到傍晚 我喝多了 做都做不稳 直往桌下滑 中期比我强些 但却撑起下巴 一直对我傻笑 迷迷糊糊中 我被中期扶着进了电梯 我半闭着眼睛 走路跌跌撞撞 盘山前行中 中期的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 滑腻腻的汗水 分不出是他的还是我的 眼前已经是酒店房间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被扔在了床上 煞世间天旋地转 我觉得自己连人带床 都掉进了洗衣机的滚筒 晕得厉害 太难受了 我不自禁闭目呻吟起来 就在我头痛欲裂之时 一股清凉浮上我的额头 让我的头脑未知一清 我费力睁开眼睛 中期离我很近 我甚至能看清 他天鹅般景象上的细密汗珠 闻着他身上茉莉花的油香 我迷醉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是被磕醒的 我头疼欲裂 咬牙从床上撑起身体 茫然四顾 床头灯亮着 房间里光显昏黄 一个人都没有 我喝断片了 脑子里只剩下碎片化的记忆 隐约中记得自己 用力推开了中期 没错 现在 我可没心情扯淡 教训陈飞一顿 才是正经 在房间里转一圈 中期已经走了 我咕噜噜 灌下整瓶矿泉水 这才看了眼时间 晚上十一点半 这个时间 刚好 我穿上衣服 摸了摸兜里的高压电棍 随即下楼退房 直奔乐乐陈飞所在的医院 医院十楼外科病房 电梯门打开 我紧握着衣兜里的电棍 探出头左右看了看 差不多快到零点 病房走廊灯火通明 一片安静 只是偶有病人的痛苦声音响起 卖出电梯 我向着护士站的方向走去 我尽量放轻脚步 但午夜的医院病房实在太静了 我大大的脚步声还是无比清晰 带起阵阵回音 我没来由的一阵紧张 赶紧毛腰前行 这让我觉得好笑 我是来教训肩膚的 又不是来杀人的杀手 有什么好紧张的 挺起胸膛 我甩开大步向前 前方就是护士站 我探头进去 一名小护士扶在桌上 正发出轻微憨声 不是乐乐 在挑眉网里一瞥 护士休息室的落地窗上 挂着蓝色窗帘 看不到里面的情形 护士站隔壁 就是医生值班室 陈飞一定在哪 乐乐会在里面吗 再次放轻脚步 我走过去 把耳朵贴在门上 平住呼吸 一秒 二秒 三秒 足足两分多钟 我才把耳朵 从门板上一开 随即就像出水的鱼一样 大口呼吸 值班室里 没有我想象中的 迷乱声音 一时间 我不知道是该庆幸 还是该失望 不过只有陈飞 自己在也好 这样更方便我动手 不再犹豫 我对连房门飞起一脚 套出电棍冲了进去 房间里一片黑暗 借助从走廊射进来的光亮 我看到地上躺着个人 我没有贸然上前 而是回手 按下墙壁上的开关 屋内顿时灯光大亮 我赶忙 看向地上男人 那是一个男人 他在地上看不到面容 头发半长 微微发黄 我向他的右手看去 修长的无名纸上 正是乐乐照片里 那枚卡蒂亚婚戒 是陈飞 他躺在那里 像个死人 预感到情况不对 我没敢轻易触碰陈飞 而是隔着两米绕到他的面前 蹲下身子看去 我顿时已惊 陈飞身体僵直 脸上带着四笑飞笑的表情 皮肤橙子红色 紫干 这是被电死的特征 我扒开陈飞的眼皮 瞳孔已经散大 探探鼻息 没有动静 我又将手伸向陈飞颈动脉 却发现他的脖梗处 有一块背口大小的灼烧 发散伤痕 电流般是电击伤 我大张着嘴 瞪向自己手里的高压电棍 陈飞脖子上的电击伤 正好跟我的电棍吻合 陈飞被电死了 在我来找他前 有人杀了他 凶器是跟我手上一样的高压电棍 怎么会这样 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整个人都不会动了 只有心跳的跟打鼓一样 刹那间 我想到一个可怕的可能 可还没等我细琢磨 寂静的走廊上突然响起钉的一声 电梯门打开 紧接着就是纷乱的脚步声 同时 门外护士站也传来小护士的迷糊声音 出什么事了 有人报警吗 警察来了 这么快 今天这事暂时解释不清 得赶紧跑 我浑身汗毛乍起 猛地站起身四下张望 从门口是跑不了的 这里是十楼 跳窗也别想 躲在房间里 就更别指望了 真当警察是吃素的吗 跑也不是躲也不是 一时间我陷入了绝境 我用力踹掉挡在前面的防尘罩 从医院大楼的空调管网里钻了出来 好险 差点被当场抓现行 到时就算全身是嘴也说不清 后怕的抬头 瞥了一眼 湿楼方向 我狂奔向医院边墙 翻墙跳了出去 我也不敢去找自己的小电驴了 顺着小道跑出二百多米 才转上主路 挥手拦下一辆出租车 坐上后座 我的心跳的厉害 手还在轻微发颤 直到出租车缓缓开动 我才长出一口气 已是深夜 大街上空旷无比 我靠在车门上 侧头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暗建筑物 今天这事太蹊跷了 我要找陈飞 他就死了 还是被高压电棍电死的 紧接着警察就到 天底下哪有这要巧的事 我被人算计了 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我的脑中瞬间闪过一个名字 中启 一定是他 从早上在医院见面起 他就在引着我往套里钻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 可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陈飞死了 一切的证据都指向我 我现在能做的 只有逃 先找个偏僻的地方躲一阵子 等风头过去 再想办法翻案 长叹一声 我低下头 用力揉搓着头发 老不出轨 怀了不知是谁的孩子 自己想出气不成 反倒被人算计背上命案 车窗外 道路两旁的路灯不停闪过 在明媚变幻的光影中 我的表情渐渐变得凌厉 一双拳头也握紧了 出租车停在我家楼下 我准备回家取些私房钱跑路 开门进屋 我奔向卧室 私房钱被我藏在卧室空调里 用滤网卡住 钱不多 几千块 是五年来我一点一点存的 省着花能用一二个月 我站上椅子 举手掀开空调外壳 用力拽下滤网 咔的一声 滤网上崩起的灰尘 扬了我满脸 红色钞票也洒落一地 我迷了眼睛 狼狈地用胳膊擦拭 擦着擦着 我红了眼眶 心里憋屈的厉害 我过得这是什么日子啊 五年全身心的付出 只换来了背叛 现在还被逼得跑路 手头只有这点可怜的私房钱 我摇紧牙关 蹲下去收拢地上的钞票 胸中怒火生疼 等我缓过劲 无论是背叛我的乐乐 还是设计我的中期 我绝不会让他们好过 突然 哗啦声响 是要是开门的声音 我吓了一跳 警察找来了 三两下把钱塞进怀里 拎回椅子到原位 我迅速躲进了卧室的衣橱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家里就这么大 除了这里无处藏身 客厅里已经响起脚步声 听不出是几个人 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 总算回来了 虽然出了点意外 还好一切顺利 事中期 他怎么有我家的钥匙 一切顺利 是说陷害我的事吧 他在跟谁说话 是他的同伙吗 还没等我想明白 客厅里又响起一道 娇俏的声音 还好还好 多亏了姐姐的计划 我老公 那个笨蛋才能上钩 听到这个声音 我傻了 是我的老婆 乐乐 陷害我的事 她也有份 我一直认为 这一切都是中期做的 乐乐只是出轨 不可能参与其中 但现实就在眼前 都说一日敷七百日安 可我为之付出一切的妻子 却想要我的命 一时 所有的委屈心酸 全部涌上心头 我坐在衣橱 狭小黑暗的空间内 撕咬着颤抖的牙关 替脸横流 外面的对话还在继续 小乐乐 你还叫他老公 哦 对对对 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公了 是不是 老公 姐姐 什么 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 乐乐和中期 他们 顾不得擦掉眼泪 我捏手捏脚地走出衣橱 扒着卧室门缝向外看 眼前的情景把我惊呆了 客厅沙发上 乐乐上衣撩起一半 趴在中期身上 我从门缝里死盯着这香艳一幕 已经忘了思考 冷汗浸透了我的一辈 这两个女人 他们竟然是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乐乐跟我结婚 是为了掩饰她的取向 可她为什么会跟陈飞有关系 还有 他们为什么要陷害我 一切的一切都搅在一起 我根本找不到半点头绪 沙发上 还在热吻的两个女人 已经动了情 房间里满是撩人嘻喃 而我藏在门后 眼珠都不转一下 呼吸也变得粗重 我已经在考虑 要怎么报复他们了 忽然 中期一把江西上的乐乐抱起 向着我的方向走来 这是在沙发上不舒服 要上床了 我咬牙退后 闪身躲回衣橱 在拉上门的时候 我心里一动 留下道缝 没过一秒 中期抱着乐乐撞开门 走进卧室 砰的一下躺在床上 我从衣橱门缝里瞄着 默默掏出手机 将摄像镜头 对准了床上的两条曼妙身影 我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 这两个渣女人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现在就要冲出去 制裁他们 从衣橱门缝透进的光线 把我分成明暗两半 我们一起眼睛掏出电棍 调到低压模式 刚要拉开门冲出去 床上的乐乐说话了 老公姐姐 我们的玩具箱在衣橱里 你去拿过来吗 玩具箱 暂时停下动作 我转头描向衣橱角落里 一只红色的小巧旅行箱 而这时 钟其已经踩着猫布走向衣橱 真是天赐良机 衣橱门拉开的一刻 我按下开关 猛地将电棍捅了出去 钟其被瞬间击倒 床上的乐乐 吓得蜷缩在床脚大叫 我冲过去 抓起床上的内裤 捅进她嘴里 又拽下自己的皮带 将乐乐的双手提起 绑在床头 乐乐吓坏了 嘴里不停发出呜呜的声音 一双大眼睛惊恐地望着我 我脸上泪痕未干 沉默着步伐一言 冷冷瞪着乐乐 乐乐一开始还在挣扎 但慢慢地 她低下了头 身子也停止了扭动 后悔了 现在后悔 晚了 回过身 我从衣橱里拽出那个红色旅行箱 哗啦一下倒出里面的东西 满满一箱子 足有二十多件 都是各种玩具 我找到了几幅手脚铐 我将乐乐还有昏迷的中旗 呈大字形 靠在了铁翼大床四角 拉过凳子 我坐到乐乐身边 盯着她那好似纯洁少女的面庞 乐乐 你说 这五年 我是怎么对你的 嗯 乐乐瞪大眼情 被塞进内内的嘴里发出憋闷声音 我没理她 自顾自轻声问道 我是对你不好吗 我是不能满足你吗 还是说 从结婚第一天起 你就没打算让我好过 泪水又不争气地流了满脸 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你又想法可以跟我直说 我们好聚好散 可你为什么要害死我 不到二十四小时 我苦苦经营五年的婚姻毁于一旦 我大吼着宣泉心中的苦闷 床上乐乐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她不停晃头发出呜呜声音 似乎想分辨什么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心里这样想 却还是伸手 取出了她嘴里的内裤 老公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说 内裤刚一离口 乐乐满脸泪水 惶恐叫道 我是爱你的 我怎么会害你 爱我 简直是笑话 我想硬起心肠 但说实话 看着哭得可怜的乐乐 我还是心软了 更何况 她肚子里还可能有我的孩子 乐乐 你自己说吧 你和钟祺是怎么陷害我的 我想给她一个主动交代的机会 自首可以减轻判法 我这样做 也算人质易尽了 乐乐显然也明白我的意思 她瞪大眼睛快速点头 我说 我什么都告诉你 只要你别让警察抓我 我什么都说 乐乐 忽然一声断鹤 钟祺从电机中醒来 正奋力扭动身体 想要挣脱束缚 他吓唬你呢 你别被他骗了 说完钟祺转向我 你这个杀人犯 你杀了陈飞 等着被枪毙吧 哦 我眯起眼睛 怜悯地盯着钟祺 人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自作聪明 钟祺 我是杀人犯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熟知警方的办案流程 刚刚第一时间到医院现场的 是110的巡警 发现命案后 他们会立刻上报刑侦支队 然后才是现场勘查 确定嫌疑人 我从医院跑出来 还不到半个小时 这点时间 刚够110巡警上报刑侦支队 这么说吧 警方还没正式展开调查呢 除了真正的凶手 其他人绝不可能知道案件的细节 钟祺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纯女人 我又转向乐乐 沉声质问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乐乐吞吞吐吐 刚要讲话 一旁的钟祺 又疯狂挣扎起来 她一下又一下 用力收紧四肢 弄得大床剧烈摇动 床头撞在墙上 不断发出光光的声响 钟祺的手腕脚腕磨破 鲜血从她模糊的皮肉间流下 但她浑然不觉 她歇斯底里尖叫着 乐乐 杀人可是要枪毙的 她才是杀人犯 她才是 乐乐犹豫了 目光在我和钟祺脸上 不停游移 足有两分多钟 她咬了咬牙 冷声对我说道 你杀了人 现在还威胁我和钟祺 你去自首吧 听着乐乐毫无感情的声音 我愣住了 整个人止不住地抖了起来 太可笑了 都到了这个份上 我竟然还顾着这种女人的死活 活该我被骗 这一刻 我对乐乐完全绝望了 五年时间就当喂了狗 不 哪怕是只疯狗 也该被养熟了 乐乐连畜生都不如 我深呼吸两次 整个人靠悔一背 审视着被锁在床上的两个女人 乐乐胆小 但却有侥幸心理 看得出来 钟祺是她的主心骨 至于钟祺 不用说 陷害我的别角计划 是她的主意 她是主犯 所以才那么害怕乐乐招供 怕死是吧 呵呵 我撇着嘴 缓缓摇头 嘴硬的犯人 我见得多了 你们 毛都算不上 你们真以为 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是吧 我痴笑一声 问道 医院 酒店 还有往返医院酒店的路上 这些地方可都有监控 您是都躲过了 还是都销毁了 陈飞死亡的现场 你们有没有留下证据 我想 你们也就懂得擦个指纹 破坏点脚印吧 看着表情渐渐呆滞的两女 我站起身 居高临下嘲讽道 最关键是 陈飞的电机伤在驳梗后 现场又没有打斗痕迹 陈飞没有任何防备 从背后被垫死 这说明是熟人作案 顿了顿 我嘴角一挑 你们猜 办案的警察能不能想到这些 乐乐和钟琪 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我看着满脸惊恐的两女 知道她们的心理防线 就在崩溃的边缘 想了想我决定再下一剂猛药 乐乐 还有钟琪 我这人是念旧的 再给你们个机会 你们谁先招供 我就算她自首 可以从轻发落 话音刚落 乐乐和钟琪 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一样大叫起来 是乐乐 这一切都是她做的 我是被逼的呀 你说什么呢 钟琪 整件事明明是你出的主意 少来了乐乐 钟琪 既然这样 你别怪我 没等我再问话 两人已经争先恐后地说出 认为事情原委 那个陈飞 无意窥破了钟琪和乐乐的秘密 并以此威胁两女 攻其玩乐 这让她们起了杀心 但是杀人意 脱罪难 于是 她们想出了一个 栽赃嫁祸的主意 而我 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我值班时接到的电话 是钟琪打的 陈飞跟乐乐上床时 她也在旁边 乐乐手机里的艳照 也是钟琪拍的 而我自以为 发现线索的最后一张照片 是她故意留下的 那只带着婚戒的右手 同样是钟琪伪装的 这很简单 两人的手很像 光线婚暗 我也不好分辨 再随意买个假货婚戒 就把不懂行的我糊弄了过去 从上午钟琪出现开始 她就不停释放暗示 一步步引我发怒 最后还主动提出喝酒 我喝多昏睡的时候 钟琪偷了我的电棍 再利用乐乐引诱陈飞 一举电死了她 借着钟琪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酒店 将电棍送回 随即离开 剩下的 就是等我醒来自动上套了 听完这一切 我目自尽烈 但紧接着就是一阵庆幸 如果刚刚我被警察堵在医院 他们的计划也许真就成功了 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也许 看着还在狗咬狗的两女 我强忍住想要杀人的冲动 沉声道 够了 你们两个谁也跑不了 说话间 我对两女扬了扬手机 他们招供的画面都被我录了下来 一句话也没遗漏 听到我的话 乐乐和钟琪都目瞪口呆地看过来 班上 钟琪最先反应过来 狠声道 乐乐 你看到了吧 我说的没错 男人都靠不住 乐乐也回过神 她没理钟琪 而是睁着大眼睛 可怜兮兮看着我 柔声道 老公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人家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一次 我面无表情看着乐乐 没有回应 老公 你听我说 乐乐的眼睛越瞪越大 奋力扬起脖子 急声道 我向你保证 以后我跟你好好过日子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个家全听你的 我什么都听你的 说到这 她停了下来 圆瞪着满不血丝的双眼 脸上露出讨好的魅笑 老公 你原谅我 原谅我啊 我看着歇斯底里的乐乐 心里一阵厌烦 晚了 我收起手机 转身走向门外 没有一丝犹豫 你站住 背后 乐乐忽然声嘶力竭 大叫 你不管我 我就杀了肚子里的孩子 让你绝后 让你后悔一辈子 威胁我 果然 这种女人 永远也不可能悔改 我停下脚步 头也没回伸出一根手指 第一 你肚子里的孩子 不一定是我的 顿了顿 我又伸出第二根手指 第二 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依照我国刑法 在量刑时 对孕妇有优待 我转回头 冷声警告道 所以乐乐 不想死 就别动你肚子里的孩子 最后看了一眼 瞠目结舌的乐乐 我大步出了卧室 来到客厅 我坐到沙发上 长出一口气 卧室里 两女又开始互相抱怨争吵 这让我心里没来由 一阵畅快 但还不够 这两个女人骗了我五年 又害得我 差点背上人命官司 就这样太便宜他们了 看着手机中 乐乐和中期缠绵的画面 一个大胆的计划 在我心中形成了 清晨 我抱着一大落打印的照片 和强力交出了门 照片都是中期 跟乐乐的缠绵录像截图 是我用家里的彩色打印机打印的 我拿着照片 先到了中期乐乐上班的医院 外墙 大门 落地玻璃 我没有放过任何一处显眼的地方 将他们的验照贴得到处都是 接着我找到了医院的监控室 这里控制着医院外墙的巨大屏幕 趁着早班无人 我撬开房门 将事先拷备好的U盘 插入了控制台 握着鼠标几下点击 外面巨大的屏幕上乐乐跟中期的活春宫立时拉开了帷幕 做完这一切 我小跑着出了医院 此时 医院大门外人挤人人挨人 门口马路上各种车辆停了个满坑满谷 热闹得好像到了春运现场 所有人都抬头盯着大屏幕上的刺激画面 有高声叫好的 有无脸偷看的 还有先往地上脆兔抹感叹 是风日下 再接着偷看的 乐乐和中期 这回臭到家了 哪怕他们死了 也得背着骂名 我站在人群中 瞄了一眼屏幕上交缠在一起的良女 又看向欢呼雀跃的人群 一种巨大的抱负快感 从心中升起 直冠入脑 又散变全身 我放声大笑起来 但我又很想哭 我的五官扭曲成一团 这让我想起了可笑的小丑 从医院离开 我到了刑警支队 上交了乐乐跟中期的认罪视频优盘 我被直接扣留 但我一点都不担心 现在有良女的供词 我的嫌疑大可洗脱 就像我说的 他们的计划太响当然了 甚至可以说是漏洞百出 真以为看了几集明真探科男 就能做出完美犯罪吗 还是那句话 警察可不是吃干饭的 腰插你 你根本跑不掉 乐乐跟中期还被锁在床上 一帮刑警上门的时候 还能看个新鲜 很快乐乐跟中期被逮捕 两人在犯案时留下了太多的证据 根本由不得他们抵赖 就这样 被留置24小时后 我走出了刑警支队 站在门口 我给在看守所负责女子监区的发小 打了个电话 在被正式判决前 乐乐和中期会被关押在那 我让发小好好照顾照顾他们 不是喜欢女人吗 这回让你们喜欢个够 挂断电话 我回了家 一个月后的十月底 乐乐和中期的判决下来了 主犯中期犯故意杀人罪 诬告陷害罪 伪证罪 恕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在看守所的时候 中期还想告我强奸什么的 听到这个消息 我笑了 强奸 我现在无比庆幸 多亏了那天在酒店 我没跟中期发生任何事 不然我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大概也是中期计划中的一环吧 至于乐乐 因为怀孕的原因 她被判处无期徒刑 赞与肩外执行 跟我预料的一样 她被肚子里的孩子救了一命 法庭上 无论是乐乐还是中期 在听到判决的一刻 都双腿一软瘫在地上 中期还吓得尿了裤子 最后 还是法警把他们拽出了庭审现场 对此 我没有一丝怜悯 只有从上到下的通透顺气 但同时 我又有些迷茫 下午四点 我走出法院 空气微凉 秋风潇洒吹过 我在如破洒落的金黄落叶中 漫无目的前行 与匆忙的人群擦肩而过 家没了 我不知道该去的 四年后 我牵着一名小女孩的手 走在另一座城市的街道上 这是我的女儿 出了哺乳期 女儿被我接到身边 做过亲子鉴定后 四年来 女儿一直跟我生活在一起 乐乐也因此回到监狱 等待她的事终身囚禁 在这四年间 我曾带女儿去看过她一次 我当然不是可怜她 我没让女儿跟乐乐说一句话 只是让乐乐远远看着 看着我和女儿幸福的笑脸 我带着女儿离开时 乐乐把脸紧紧贴在探视窗口上 不停拍打玻璃哀嚎着 她流下的泪水蹭花了玻璃 这让她的面容 像打了马赛克一样 模糊不清 我牵着女儿的小手 从她面前走过 自始至终 我没多看 乐乐一眼 离开监狱 天空中有一道绚烂彩虹 绑着双马尾的女儿 蹦蹦跳跳问道 爸爸 那个阿姨是谁呀 她为什么一直哭 我笑笑 爸爸也不知道 可能她的精神不太好吧 哦 那她真可怜 女儿笑得天真 指着天空道 爸爸 我要吃冰淇淋 像彩虹一样的冰淇淋 好 吃冰淇淋 耶 吃冰淇淋